今天有一個非常對比式的新聞 就是蔣衛水先生 他的駭骨 要移民 移植到宜蘭山上的 衛水之丘 扎根 我覺得這個意義很重大 如果說連馬英九都肯定 蔣衛水是台灣的孫中山 假設此說成立的話 你看 衛水之丘是扎根本土 要面對海洋 那你國民黨 你這個宮廷大系 其實國民黨從1949來台灣 從來沒有脫離三個性質 一 宮廷政黨 所以我們可以把甄嬛傳拿來運用 裡面的詞有沒有 都是一樣的 第二 他這個列寧政黨的性格沒改變 列寧政 你看 今天團進團出這個 其實這跟那個 惡共 中共的開會是一模一樣 那個體制是沒有變的 第三 你說他民主政黨嘛 派系 派系變喬家大院 這種三種性格 宮廷的 列寧政黨式 派系的 喬家大院式的 會被淘汰的 我剛才看到新聞說還有人在門口 跪著對孫中山痛哭流涕 常跪不起 心庭對戲或哭情庭吧 我不能不是說不行 但你這樣 這跟整個社會是格格不入的 我是覺得蠻感慨的 我覺得朱主席最大的得罪是兩個人 因為你是派系政黨 兩個實力人物 王建平跟武敦毅 你把他擺哪裡 你不分區立委 第一名丟一根骨頭你去撿嘛 等於是丟一根骨頭給你撿嘛 對啊 所以王院長就下半場就走了嘛 他不買單嘛 你看這個這叫行為語言啊 你就丟一根骨頭 他就配合你嘛 南部他就替你助選嘛 第二 武敦毅呢 我常說日本的政黨政治有很多問題 但自民黨有一個做法 傳統自民黨什麼意思 關鍵不能解的時候 如果培養不出下任領導的話 他叫做根回就鬆土 就是說這個樹幹很硬 你鬆不了就把它鬆土 就密室協商的意思 把大佬意見你就找進來協商 結果朱主席連這個最重要動作都沒有做 你去跟王建平說 我對新北市民市民有約 讓王一直認為就是他嘛 所以你欺之以荒 欺之以荒 對王是很不尊敬的 所以王今天為什麼下半場走 那吳敦毅呢 你看吳敦毅是不是挺豬呢 他講一種抽象的話 所以關鍵還是 他能不能超過三十八度線 立委真的可以嗎 我不太相信 所以國民黨我用一句話說 你們以為今天這個場做得很好 那表面 列寧說一個城堡都從內部分裂開始 我再三引用羅馬帝國率亡史裡面的觀念 就是內鬥 內鬥足以把羅馬帝國消耗掉 不只任何組織都一樣 企業政治組織社團組織都一樣 好 你今天是金兵以臨成下 我是人民進黨已經都要環河北岸 都要打進開封了 北宋末年 朝廷輿論未決 選前三十天還決定誰是候選人 那為什麼北宋兩岸皇帝非中 親中一次就被逮捕了 就被抓了呢 朝廷輿論未決 金兵以臨成下 那這跟淮海戰役之前的李宗仁 跟蔣介石這邊鬥有什麼不同 所以國民黨是不斷的複製 北宋之王 南明之王 南明之王就一句話 我做結論 眼看他起豬樓 眼看他宴兵客 眼看他樓垮 今天是宴兵客 但分裂的種子還在 連最起碼的王金平跟吳敦寧 都沒有尊重的話 你說沒有錯 大家排一排 排一排坐吃果果 但是分裂的種子 隨時會在引爆 你說洪秀書無縫接軌 怎麼那麼天真 對不對 朱委員你的人生經驗是這樣子嗎 怎麼那麼淺呢 我說朱委員也許 也許他很轉過去 但是如果到時候 連你自己的政治命運 都賠下去的話 那一句話 千萬不要 給大家做教訓 千萬不要做損輪不利己的事 這是我最大的教訓 您忘了我們來看這件事情 剛才其實宴大哥 點了一件重點的事情 來 吳堆毅不要小看他 工商大佬 工商建研會 地方的工商組織 其實他很熟 這個笑得很開心 叫王金平 農會 漁會 還有這個水利都在他手上 那麼所謂地方派系 就是議會的這些人士 宋楚瑜有 這個這個畫面看起來 真的很可很好笑的事情是 蔡英文其實已經掌握了工商的會議了 那麼也掌握了水利會了 甚至地方派系 蔡英文都取得了 他這個人站這邊 有什麼意思呢 歷史已經民建 一個所謂的君主 或者是一個領導者 他如果不能開放他心胸 不能引人家來幫忙 他一切都做假的 不是嗎 朱立倫沒想到這麼多吧 他前面三個月都在想著怎麼換柱 他哪有哪有腦袋 哪有時間去想這麼深奧的問題 如果我們曾經 我記得我曾經批評過洪秀柱 他根本沒有準備好要選總統 那國民黨也沒準備好洪秀柱 真的會選總統 那朱立倫其實情況跟洪秀柱差不多 朱立倫也沒準備好要選總統 他朱立倫當黨主席到現在 請問他談了什麼國政方針 有他做把新北市做好做嘛 是做下來的做嗎 他還是一句話 你問這句話 新北市做好做嘛 對所以朱立倫基本上 再問我一次 你你請問你要選總統嗎 我要把新北市做好做嘛 對就這樣就一直跳針 一直跳著一直跳二十六次針 對啊 所以朱立倫也沒有準備好要選總統 那剩下時間三個月不到 我覺得他也準備不好 他也準備好 但這不重要 因為換柱最主要原因 就是希望靠朱立倫來拉台立委的選情 這才是最主要的原因 前面講的那些其實都騙人的理由 前面講說什麼 洪秀柱的兩岸主張背離主流民意 對不對 我問過朱立倫很多次嘛 連戰去參觀九三閱兵 有沒有背離主流民意 有吧 這不只我們講 連國民黨員都自己講說 連戰這樣好像不好 那可是朱立倫到現在沒處理連戰 連戰剛剛畫面這樣坐在下面 第一排第一排 對啊他也沒處理連戰啊 然後呢 那中國國民黨黨綱裡面也還有統一啊 那馬英九講的N次中級統一啊 那就先開除馬英九黨籍嘛 所以洪秀柱講的中級統一跟所謂的一中 統表也許跟一中個表差了一個字 但是至少中級統一這個部分跟國民黨的黨綱 其實並沒有太大的差別 你如果就一個黨的立場就一個黨員的立場 他福音他的黨綱並沒有錯 只是說因為其實在臺灣的現實的政治社會裡面 中級統一這個主張的人越來越少 他的確是跟主流民意不一樣 他的確是跟主流民意不一樣 可是因為這個黨綱的部分 國民黨也也不去處理 他也不會去碰觸他 好 其實換洪秀柱最主要原因就是因為他的民調太低 他不是一個四格的總統候選人 他拉抬不了立委的選情 所以要把他換掉 其實理由很簡單 就這麼簡單 不要跟我講什麼路線之爭 什麼中級統一 那個誠意太高了 沒有想那麼多 他只想到說我要怎麼樣把我的立委救起來 不要總統輸立委也大輸 其實就是這麼簡單 就是一個政治現實的考量 你說國民黨有錯嗎 我不認為有錯 站在一個政黨的立場 政黨本來就是要求勝選 他當然要保護他的立委席子 好 那現在問題來了 現在問題大家就在看 那朱立倫 第一 你上來之後 這個過程 是不是符合程序正義 現在顯然連這個很多藍軍的朋友都不同意 陳長文的文章 包括剛剛李富城 還講說他要組這個廢票聯盟 他要投廢票 那當然我不曉得說 李富城這個廢票聯盟組不組的起來 到底會有多少影響力 我不知道 這看看後續的發展 可是我如果說陳長文是一個象徵性 一個指標性的人物 國民黨裡面 或者說藍軍的支持者裡面 還有多少陳長文們 也許這些人我們都不認識他 名不見經傳 可是他們的想法會跟陳長文一樣 就乾脆我就不去投票了 他們不會去投蔡英文 也不會去投宋楚瑜 但是他有可能是不投票 可是年華王你知道陳長文的地位是什麼嗎 他是國師級的 他是國師級 是馬英九的國師級的人物 罵馬英九的國民黨 應該說朱立仁的國民黨說 你乾脆倒了算了 這是何其的沉重啊 我等會兒要這個問題我要請教司光 所以我們要繼續看說 在藍軍的支持者裡面到底還有多少陳長文們 那這一股氛圍他會不會持續到明年一月十六號 如果這些人人數夠多 然後他也不去投票 那國民黨幾乎現在就可以預料他的下場就是會很慘 第二個問題是朱立仁你上來之後 能不能真的拉抬立法委員的選情 其實現在看起來 至少就跟朱立仁最密切有關係的新北市跟桃園市 目前看起來其實改變並沒有很大 氣勢上是上來了 氣勢上就是那種團結 有一個明星級的政治人物來當母雞的那種氛圍 那種氣勢有上來 可是有沒有辦法真的落實到每個立委的選區的民調裡面 我看到目前為止其實還看不到 因為連昨天友台做的民調 朱立仁其實都還大幅落後蔡英文 而且在台灣指標民調裡面的陶竹苗 其實他也是大幅落後蔡英文的 大概只有蔡英文的一半左右 所以我們現在看一下畫面 現在畫面朱立仁剛剛擁抱了紅袖柱 那麼給他一個熱情的擁抱 而在前一分鐘 現在朱立仁正在跟每個人握手 那不知道郝龍斌跟他說什麼話 好 最後他跟馬英九握手 但馬英九的表情就是好像沒跟他握 再繼續看下去 剛才握的時候每個人都有站起來 但是現在站起來的人似乎是不是那麼多 好 來 我們看一下現場說吧 我們大會馬上開始 各位黨內先進 我們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臨時會議即將開始 旁邊 carbon